大家好 我是孫韻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時評 今天點題三個字加個問號 就是假突破加個問號 先講講講股情況 今天市是高開的 早段重新上了28,200點的水平 不過其後聲勢無意為計 最後倒跌108點 收28051 好就成交縮少少 去到9896億 今天的市早段能夠做好 騰訊多少工 匯豐也是 匯豐特別是由頭升到尾 騰訊回落去 匯豐升0.7% 不過內房股今天回吐比較厲害 包括中國海外發展跌2.6% 令市由升變跌 說回後市怎麼看 今天的市就衝了上去 一度上升到228 248 再創15年大時代以來的新高 突破了之前的高位 128、127 但是下來怎麼看 是否假突破呢 初步看 好像的事情 可能要再整固少少 再消化下的回頭壓力 為什麼這樣說呢 可以有三個原因來分析 第一個 就是市底好像普通通 因為外圍的形勢仍然是挺好的 特別是美股 這就是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看到了 破了前浪頂之後 就一直升 連升三天 連續三天 站在前浪頂之上 美股走勢很強 但是港股並未受惠 從市底來説 愛惟強 你不受惠 就是市底越弱 這個可能 就會導致港股 有繼續整固的可能性 第二個就是 從基本因素來說 因為今晚一年兩晚 聯儲局召開公開市場委員會議 議式 今次議式大家就 就滿足足目 一方面就是看下 縮表是否真的落實 相對這個 應該的落實的機會是大 反而就是看下 大家關注 縮表的時間 究竟具體是哪一天開始 一般估計是十月初 看看是否十月初 否則可能市場會有些 對市場令市場有些意外 不過總的來說 大家的縮表 就相等於 用現在的規模來計算 相等於每年加息二十五點 只是四分一來 衝擊就不算很大 但市場反而看另一件事 就是1819年的情況 因為之前聯儲局預計 亂說 18年加三次 19年加三次 究竟這個說法會否改變 大家看得很慘 當然12月加不加 大家都要關注 12月加不加 1819是怎樣看 都是市場人士的焦點所在 這是有些不明朗的 有些人說 可能會縮減 有些人說不是 就算除了說言論之外 你看到市場的資產表現 都好像是有些分歧 為甚麼這樣說呢 一方面 你見到美匯走勢仍然向下 美匯走勢向下 大家覺得可能加息的機會 不是太大 所以息差仍然優勢不在美元 令到美元繼續向下 但反過來 你看到債券的走勢又不同 債券的息口是繼續上漲 看到已經抽穿了下降軌 現在從上2.22來 通常債券息上升 大家理解就是 可能大家擔心 聯儲局的息口政策 或者貨幣政策是偏僅的 換句話來說 你看債券表現 以及匯市表現 都是有分歧 所以大家要留意著 很明顯 這個形勢是不明朗 不明朗 當然對港股是有些壓力在 第三原因就是 看回港股自己本身 無論是中資股 還是內地股市 都是一些調整的勢頭出現 先看內地股市 上映指數 你看到這個 次第做一個沉重頂的走勢 彎一下彎一下 已經穿了頸線 而且二十天線失手了 內地股市是一般的 對中資股氣氛是不大有理的 事實上中資股自己本身的氣氛 或是一個技術走勢 都不見得英俊 看到這就是國企指數走勢 今天見過高位 迫近來下降軌 就掉頭回落 二十天線就再次失手 顯示下降軌 之前回掃壓力不輕 這對港股整體的表現 當然不是太理想 加上 恒生指數自己 都是有少少壓力在 因為昨天已經穿了前浪頂 再一度再穿過 但收市就落回來 跌穿前浪頂 好像出現 技術走勢 所謂的假突破的初型 自然是令市有些不明朗因素 整固壓力是大 加上 單是這兩支竹來講 合成烏雲蓋頂的走勢 烏雲 可想而知 是有調整壓力 短線來說 恒生指數有機會再整固 向下反復整固 向二十天線進發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